喜师傅说故事 寺院住持就回了一个企图寻短的人 这个人醒来之后对住持说 谢谢师傅 但请您不必费力气救我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活了 今天不死 明天也还是要去了结的 住持叹了口气说 我确实制止不了你 可是我想问问 你的债都还了吗 那人感到很奇怪 于是便说 我虽然家境贫寒 但尚可温饱 并不曾借债 住持接着开口说道 你的生命 你便欠下父母的债 你的吃穿用 借自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债 你的知识和智慧 借自师掌 便欠下师掌的债 我们人 我们人 我们人啊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所欠下 诸如此类的债 这是太多了 你都偿还了吗 你都还没有把债还清 就想离开 就想离开这个世界 那人听了之后 颇有所感 如此说来 我确实欠下了债 可是 我并不知道 如何才能偿还呢 住持笑了笑说 这有何难 只要两个字 就足够了 请师父指点 就是珍惜二字而已 记住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珍惜身边帮助过你的人 要珍惜曾经救过你的人 要珍惜身边的朋友 和你拥有的一切 唯有懂得珍惜 你才不会失去 懂得珍惜的人 才会拥有未来 今生的债还没有偿还 就想逃避离开 只会积累生生世世 更多要还的债呀 以上故事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